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f this is where it's supposed to be i woke up in the city i ain't seen your face i must lost my mind medication 5 stars for participation it's a covid operation i'll be here this way you're stationed i lost my body by that time you already bang it she armed and dangerous that long hair got me tangled up you are my topanga stood your ground even when they aimed at us given through all of that pain none of it was in vain and i'm proud of who you become hope you feel the same frozen don't let me go but let it go please we've been so close don't go ghosting me my virology that's on the record you make me better i put in the word to hear you say misery missing your company see i'm pulling at you that way oh if this is where it's supposed to be he's in love you talk about him like he's decent enough i see you're moving is he keeping up oh know what you're doing but you need it love need love oh how far can you get girl you know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ince the beginning girl talking out of tone to me gotta be kidding girl heed you all alone with me gotta be committed yeah oh girl i need to see your face heed the gas to win the race 30 pounds of loaded bass moving babe i love to chase heel your dirt i keep the taste pock that down and make me wait shouting like the poop i can't be us but i might be late i put in the word to hear you say misery missing your company see i'm pulling at you that way oh if this is where it's supposed to be justin bieber skeelax don't go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瑪莉 我是马克 刚刚在进整点休息的时候 我有把握时间帮自己煮了一碗起司年糕 喔 哪来的起司年糕啊 难怪你这么开心啊 因为之前就是我的美睫师 他同时也在做韓货代购 那韓货代购呢就他会代购很多韓国的零食或是一些泡面产品海苔各式各样的 可是之前我对韓国零食就没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他这几次塞给我东西都意外的好吃 让我对韓国的零食有点刮目相看 那刚刚那个起司年糕呢 蛮妙的就我才微波了10秒 差点刚刚把公司的微波给炸掉 就是那个里面起司就我才10秒他就一直从那个泡面的杯子涌出来 然后想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按停止 我想说才十几秒有可能他已经好了吗 他好了 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微波炉是超强的 他真的很强跟Steven微波炉是一样的 因为我还在那边请那个会看韓文同事说 你帮我看一下他上面说要微波多久 他就说这个他说要什么几碗的话是一分半几碗的话两分钟 没想到我们20秒就完成了 那个有点像泡面形状的起司年糕 他的那个起司口味吃起来就非常像我热爱的一款 就是韩国的泡面也就是起司的拉面 那个起司的风味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可能因为毕竟他是杯装的关系 就是你倒热水到起司粉到调味料 然后一起微波一下就好了 所以他的起司汤头也是够浓 他的年糕也够软够Q 可是因为他只有经过这样的烹调 他的味道有点不是真的像炖煮的那样的年糕 可以吃进去啦 不过我觉得就解馋来说蛮不错的 你说就是年糕还是有点硬就对了 不是是年糕他没有办法好好巴住那个味道 他没有很吃进去 所以你必须要在年糕上一直搓动 在那边勾勾勾勾勾勾起司起来吃 请带我回到那一天 再重来一遍 只想要你 只想一直抱着你 嘿 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只想要你 请你牵手我的心 嘿 嘿 我知道我很笨但我真的很爱你 把手交给我说一声 我愿意 鼓鼓律斯文的作品牵手我的心 又想尽心碎的铃声 画不美好永恒 如果能重来我想回到纯真 再一次想和你确认 世界总是残忍 我们不听错过了我们 脑里反复结束完美的画面 却变成了眼泪崩塌的世界 神啊 请带我回到那一天 再重来一遍 只想要你 只想一直抱着你 嘿 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只想要你 请你牵手我的心 嘿 我知道我很笨但我真的很爱你 把手交给我说一声 我愿意 最近你牵手了哪些东西呢 在经过了99购物节之后 你是不是你的购物车都清空了 因为购物车的东西都跑到你家了呢 还是在管理室等着你呢 那应该会破产吧 都是小东西啦 都是小小的 这个小时期是我们的生火灭火大会 欢迎来分享最近 也许你买了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相见恨晚 好实用 想要跟大家生活一下的 欢迎来分享 或者是你觉得这东西 我跟你说实际上非常不OK 你要灭大家的火 都欢迎来生火灭火一下啰 我的心 我知道我很笨 但我真的很爱你 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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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故可以有帮 farmer 淑溏 夜 masa в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生命必先吃大 我不能双手一坦说漫不答 一万个不为头的方法 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 生命必先吃大 我不能双手一坦说漫不答 没办法 一万个不为头的方法 一万个不为头的方法 只为了一口气 我就可以告别自己 告别他 潇洒的同一次更弄是啥 一万个不为头的方法 一万个不为头的方法 只为了一口气 我走不走 还要望外奔 有発症 有 crawling多多的方法 有火候 并决 好 太阳 人 那 有この 效果 聋 垂洁 erklären... 这三分钟之内的第五通 讯息透露了我们关系不普通 他们跟踪想怀疑我会武功 坏仪我经营着曖昧你是股东 实际上我们穿了一整天一整夜 我把電話放成邊 手指按著按鍵 明著暗戀 換了換電池 我又打了一整片 這時還不算熱戀期 我的邀約 我們的測驗題 害羞對我來說 應該留在上個世紀 但關於公開 我還欠練習 除此之外 沒有什麼沒講開 慢慢來 我不想拍 事情明朗之前 先不講愛 只是不想太招 要不是不表態 當我在偷偷的看著你 You're so beautiful 當你要偷偷的看著我 這一刻 我覺得 我能懂你 這是我們的快樂 苦情發展至此 我們有些共識 那些期待和心跳難以控制 睡前和起床都互相通知 曖昧的小店發展成公司 特別好約 特別乾脆 對我的關心 特別安慰 連出路都想搬對 更別說 特別多 兩人來懺悔 而且你很香 每次聞到我就心癢癢 但在他們面前 卻又不能講 有時 想要偷情又被打槍 看著有人傾聽 我又不能嗆 這些他們不知道 他們用猜的 他們賊賊的問 我們總說沒有啦 甜蜜的否認 找不到的作證 我們的眼神 就只有我們懂 當我在偷偷的看著你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求生活還是滅火呢 最近呢 我要搬家啦 想趁機換洗濯機 有看到一台LG新的雙層洗衣機 外觀讚又有雙層一大一小的洗衣功能 但日本一台要日幣50萬元 我真的猶豫不久 我不會唸 猶豫不久 我不會唸 猶豫不久呢 價格完全是其他家的 洗衣風衣機的2.5倍高 2.5倍高 真的高 LG那個什麼廣告在打下面洗襪子 然後上面洗衣服那一台 分層洗嘛 哇 那台真的是 可愛死了 外觀真的是 表達情緒 你的姐妹知情 但帶有疑慮 因為他們不知道 這是情緒 但我不知道真的實際用的這台 就是雙層洗的人 洗後的心得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這台 分開洗或是他所有這台LG的雙層洗衣 一大一小的 一大一小洗起來 是不是真的像想像中那樣的順暢呢 還是有一些 點是沒想到的 歡迎大家來分享一下囉 02363995 就透過Telegram全組留言 也可以捏 偷偷的看著我 偷偷 偷偷 我覺得我難懂 Mosh Mosh 喂 嗨 瑪格瑪莉亞我好 嗨 妳好 老陳 老陳 生火了 生火 生什麼火 TWIN WASH TWIN WASH LG那一台 你說剛剛就是瑪莉講那個喔 對 真的好用 真心好用 那我想先請問 因為你是一定用家裡洗衣機的人嘛 在這台之前 你有什麼樣的洗衣困擾 這一台幫你解決了呢 就是襪子 跟那個腳踏地墊 嗯 腳踏地墊就是 它可以跟襪子就是一起 就是它們會在同一類 然後腳踏地墊就不用跟 我們洗衣服的那個 那一槽一起用這樣 那假如我是一個 根本不介意我的襪子 跟我的衣服一起洗的人 這台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吸引力 對不對 差不多 那因為它有 它有烘衣功能啊 其實我覺得 蠻複合適的 那實際使用過後呢 關於它的 因為我不知道 不過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我一直一直都是使用 直立式的洗衣機以前 那以前的話 你可能洗 比如說好 你洗兩條大浴鏡好了 它就是能脫水 嗯 那你現在用滾筒式的 因為它是離心率的問題 嗯 東西太少 它脫不了水 哦 你就必須得 比如說你今天只有洗兩件雞血好了 它可能感受不到它的重量 你可能再多 就丟兩條大浴巾一起下去洗 嗯 才能脫水 讓它造成離心率 對才能脫水 嗯 不管它其實它脫不了水 嗯 然後它是也真的生水 嗯 然後對於 烘衣 是真的 方便 嗯 然後對於我們這種 一家四口都有在穿襪子的人 也是真的方便 因為烘衣 你即使 你即使 襪子 這種天氣 有時候可能 曬不乾的時候 就是再拿起來 跟上面的一起烘乾 嗯 然後它是我 它是我搬家 後 全部加點睡櫃的 一台東西 好好好 所以它 嚴格來說它的確認就只有櫃啦 就這樣 嗯 對真的 然後 好像很多 很多人的家裡的陽台 門 我看蠻多人分享是 有點進不去 是要拆門的喔 所以你要量一下你的 門的 哦 尺寸 嗯 我當初是有拆陽台的門 才進得去 嗯 對 感謝老陳細心的解說分享 這一台是真的 如果說有家庭可以聽 或者是你在那種 台北比較曬不乾的地方 我覺得 真心推 是它比較貴 真的 好的 OK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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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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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 為什麼啊 為什麼這麼堅持啊 關於電烤盤 我記得上禮拜還上上禮拜 我們才花了很多時間在聊 你說愛麗莎莎 然後也有 台南古阿明親自分享 然後關於他有用 還把它換成章魚燒 然後大家分享說 邊邊角角那個 不容易熟等等之類的 我是覺得啦 你在想想 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攤 你要知道這台買回來之後 他就是會一直放在那邊 他會一直提醒你 你都還沒有用我 你都還沒有用我 你不可以對我洗得太粗魯喔 不安的是我荒涼的心靈已太多 不要說是我炙熱的雙眼還閃爍 有人在群組說 這個中秋節一定就想烤肉齁 就像你打疫苗 就一定要PO現實動態是一樣的 哦 你說這是一種流行就對了 要嘛就是 手臂啦 要嘛就是那張黃黃的卡 我打囉 加入囉 哦 總之是被社群控制了嘛 就我一定要分享這件事情 很興奮啊 前幾年 我覺得今年好像已經還好一點了 因為今年有疫情 前幾年你到了母親節 你就是跟媽媽吃飯 哦 父親節跟爸爸吃飯 然後過年就是 年菜 過年一定要曬全家的 對對對 很邪操的年菜 沒了 大概就這三大姐 嗯 就社群三大姐 掙脫緊縮著刺痛 死命抵抗 人對我訴說 不可能是我 光亮的心靈意太多 不要說是我 炙熱的雙眼還閃爍 當寂寞一次微生 啊 祈求我能偽裝很完整 不要說是我 不可能是我 啊 耶倫提醒大家 就是怪人經驗啦 你要在家裡啊 在比較封閉的地方 用電烤盤啊 那個油煙啊 通風要小心 對啊 液氧化碳啊 都危險了 大家哇 這個滅壺大隊出動了好快啊 噢噢噢 而且全家的東西就是 你的布沙發 你家甚至如果你家衣櫥 你家的那個格 主角空氣的沒有做很好玩 全家都會很臭耶 不 這個很滅火耶 全家很臭耶 不 不可能是我 我家不臭 我家三百瓶耶 你乾脆 好 三百瓶我是沒有什麼意見啦 對啊 不要說是我 不要說是我 我炙熱的雙眼還閃爭 當寂寞一乘外傷害 借著我能回船捧掛著 不要說是我 不要說是我 我不可能是我 鎮宇霖 不可能是我 鎮宇霖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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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說 欸欸欸 我帶那個卡斯爐去你家烤肉啦 一打開 拿到電鑽 我說看起來很像啊那個 真的耶 打開全場傻眼 鑽肉 好 好 需要多久的時間 平地才能打起一座山 需要多久的時間 海岸才能堆積出沙灘 一首情歌 怎能計算 當初相識的浪漫 一個擁抱 卻能很亮 彼此能給的溫暖 我要變成你的樹 用夜子親吻你的臉 讓突然喝乾你的眼淚 讓我吸收這一切 我要帶著你飛翔 從冰河穿越到財源 讓我完成有你的世界 一萬小時只是個起點 過了多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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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開口說抱歉 一首情歌 只能計算 當初相識的浪漫 一瞬之間 我們進化成最難離開的另一半 我要變成你的樹 用夜子親吻你的臉 讓多人喝乾你的眼淚 讓我吸收這一切 我要帶著你飛翔 從冰河穿越到殘暗 讓我完成有你的世界 一萬小時只是個起點 一萬小時只是個起點 我要帶著你飛翔 我要變成你的樹 我要變成你的樹 用夜子親吻你的臉 讓不讓喝乾你的眼淚 讓我吸收這一切 我要帶著你飛翔 我要帶著你飛翔 從冰河穿越到草原 讓我完成有你的世界 一萬小時只是個起點 一萬小時只是個起點 一個起點 又變成的終點 就更起點 然後有你的世界 沒有你的世界 變成的終點 不要緊 還有你的世界 一条小船在天空 决定在航行两分钟 两个光年在回头 回头看见你在等我 我们沿着河别走 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 我们什么话都没说 看见一条小船经过 雾月和天空 两星和霓虹 打开窗户看见 月护座 一条小船向靠岸 我们沿着河别走 一条河从你流向来我 如果你真的爱上我 就请你爱真正的我 雾月和天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陈启臻的小船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不要怕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哦 好棒哟 给他躺好躺满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国王的人生课 一名强大的君主统治着繁荣的王国 在他的统治之下 艺术科学蓬勃发展 经济蓬勃发展 大臣们也很棒 为国事就很努力的处理 王妃也是个品行 品性良善的美人 子女聪颖听话 他的军队强大到足以将所有敌人聚于门外 没有烦恼的一个国家 那他就有闲暇去探索某些领域 那因为他理解速度很快 短时间内他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东西是他无法拥有的 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少了什么 他常常失眠 他很想要见到 有没有人可以治疗我的不安感 他听说 在遥远的城市当中 有一个伟大 有智慧 而且开悟的贤者 他就去找贤者了 贤者身材轻瘦 看起来好几天没洗澡 长发凌乱 衣衫蓝绿 近乎全裸 可是他的眼睛散发出不寻常的光芒 嗯 叮叮叮叮叮 国王很急切的问说 贤者先告诉我 您真的幸福吗 贤者说 当然 我怎么可能不开心呢 国王感受到说 哦 那他说的是真的 求求你 来到王宫来指导我吧 这个贤者呢 也就接受了国王的邀请 可是呢 说我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啊 就是国王啊 你认为我 贤者的行为有任何一点问题 我就会当场离开 你质疑我 我就会离开 在王宫里面呢 住下来的贤者 就开始肆无忌惮地 奢侈享乐生活 嗯 离法师按摩师 每天早上要来帮他 每一餐他就用最顶级的食物 最佳的裁缝 为他制好了上等的衣服 魔术师呢 跟小丑呢 要娱乐他 雕刻家呢 要以他 为他做模特 然后做雕像 那对于这个贤者 出乎意料 转变国王就大吃一惊 可是国王不能质疑他 要信守承诺 他就说 啊 你们就都顺着他的要求吧 所有的臣子呢 都抱怨连连 觉得国王是不是丧失理性了 每天晚上呢 这个国王就接受贤者指导 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贤者 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人 他的话语里面 有真理 有共鸣 那国王就从里面 学到了许多 跟统治者治国 还有呢 就是治理国家的 这些食物跟哲学 但在其他的时候 国王就很感到绝望 他很后悔 冲动的邀请他 因为这个入侵者 在王宫里面呢 他就疯狂抽烟啊 胡搞瞎搞啊 还经常去追 宫内的女人 国王的女人你敢碰 哎呦不能跟他生气 国王再也无法忍受了 很气愤的 要闲着看看自己的样子 看看你堕落到 怎么样肤浅的境地 国王就说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呢 这样的你可以教我什么呢 闲着心情神情 很愉悦的说 嗯 我很好奇你什么时候会爆发啦 那么现在你违反了约定 所以我会离开 说 我们之间呢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你理解这个区别之前 你是没有办法摆脱 像现在一样的烦恼跟痛苦的 嗯 国王就大喊说 有什么区别 没有 你跟我没有丝毫不同啊 你就沉溺在世间的享乐啊 你比我更积极的追求享乐啊 闲着就静静的说 你还不知道一件事 反正我现在要离开了 但你是一个好人 你的意图呢 也值得尊重 所以我会教你我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区别作为离别的礼物 但是我不会在王宫里告诉你你要单独的跟随我15天 等到交换身份的概念耶 于是两个人就启程了 远行了 国王呢 就说 告诉我答案啊 闲者就只是微笑 不久之后到了边境 但是闲者继续前进 国王停下脚步 不行不行 我没有办法越过边境耶 我一定要在这边折返啊 很多工作等我解决啊 你赶快告诉我 你跟我的区别啦 好不好 闲者就脱下身上的衣服 然后丢掉 然后就说 我们的区别就再次 虽然我过得安逸奢侈 但我现在可以毫无恋战离开 我没有一刻的遗憾或留恋 快乐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我从来不动摇 完全平静的内心 我接受这个真理 反而 你呢 你过度的迷恋王位 所以无法放下 你为了王位 随时准备放弃灵性的追求 这就是障碍 你要寻找的东西就在眼前啊 你只有放下握着的东西 才能接近寻找的东西 这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区别 你 回去你的王宫吧 你嫌明天去统治你的国家吧 我会为你祈祷 希望有朝一日 你可以自己领悟 这个真理 国王恍然大悟 他想起了自己 每天晚上从贤者里面 学了多少的东西 他很真诚的请求宽恕 请求贤者 重返王宫 贤者微笑的说 如果我又回去的话 你会无尽的怀疑 究竟我是戴着 贤者面具的人 还是真正的贤者 现在我没有什么要教你的 快点回去你的王国吧 贤者讲完话 就头也不回的 跨出国境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国王回到王宫 从重新开始统治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他始终在脑海 记得贤者说的话 他在世上 尽一切努力的生活 直到领悟 随时能够 放下的真理 方田 童年 方田 方田 当年 今天要变成大人羊 耶耶耶耶耶 厌不住嘴角的轻笑 全都是期待和幻想 他真的什么模样 有没有一卷藏法 和一刻温暖 包容的心房 對或從有誰知道 難不能白頭到老 有沒有和我一樣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 等待一生一世的情 也許是宿命 也許是註定 我真的喜歡那多點好運 我有一生一世的心 換你一生一世的情 欠你的手 明天我們要各自去找對方囉 我要去找豐田 你要去找李蜜 也許是宿命 也許是宿命 李蜜加上豐田的出嫁送給你 我是瑪莉 嗨 我是瑪克 跟你說聲拜拜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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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